我们今天的男女嘉宾都是年届不惑 经历过青春的激荡 也历练过社会的打磨 那么事业有成 稳重内敛的他们 来到我们爱在吉林栏目组 想寻找怎样的爱情呢 因为男嘉宾非常喜欢喝茶 所以我们见面的地点 就约在了位于浦东路上的大饮鱼茶 现在男嘉宾已经在里面等候了 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 你好 彭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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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坐 哎呀 这手这个热乎 来半天了 是啊 彭飞 之前不会的问你 44岁还单身 是因为谁都看不上 还是因为谁都看不上 原因比较简单 第一呢 我这个圈子比较小 接触的女生人比较少 另外一个 我这个人 也是比较喜欢静 不喜欢那种比较热闹的场面 所以说就接触的比较少 而且我的性格吧 应该说是开朗中还带点内向 那开着呗 对 那你是比较高冷的还是不善于主动呢 不善于主动 也有心仪的女孩 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吧 不注意这个事情 就是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了 应该说 应该说我是玩书吧 那种 就是人都谈恋爱了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情书 对 是属于这种的 应该是属于那种的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情感有渴望的 应该是过了20岁以后吧 第一个女朋友是别人介绍的 还是自己出的 别人介绍的 出了多久 出了大概一年多吧 然后分手的原因呢 工作的原因 因为不能在一个地方嘛 就是异地 对 后来就是这个实际情况 就在这里就只能分开 就很理智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喝茶的 几年前 几年前 大概 记住40岁之前吧 您看茶 它这个字也特别有意思 人在草木间 其实喝茶跟人生一样 一个是拿起 一个是放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的感悟 那你当时怎么想开到一个 这个书法学校的 应该说这个事情 还有一点偶然 因为我来到长城之后呢 我一直都是在外边 给别的机构去上课的 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讲 就是一个跑课的老师 就是走穴的 对 类似 后来有一次机会是因为 我有一个上课的合作伙伴 他说找我合作 然后非常好 那我想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那我自己也可以做一个 然后我就 第三天 我就回到那个地方 我去把这个位置找到之后 我就直接做 你对自己的决定 就这么起了咔嚓 对啊 就没有犹豫 没有纠结 没有反复的论证 我一直都是这个性格 做事情从来不同的 那如果今天女嘉宾 让你一见如故的话 是不是起了咔嚓 就能决定下一步 一步一步的时间和规划呀 如果 有可能 有可能 你是相信感觉 还是更相信这种理智的判断的 我相信感觉 相信感觉 对 彭飞 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觉得 你并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内敛 还是挺健谈的嘛 我还是把你的话想都打开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不是主角 女嘉宾呢 已经来到咱们现场了 咱们去认识一下 好吗 好 男嘉宾希望对方温柔善良 有家庭观念 女嘉宾重视家庭 希望与伴侣互相扶持 共同成长 女嘉宾希望对方幽默机智 男嘉宾性格开朗风趣 善于沟通 双方匹配指数百分之八十 女嘉宾来了 你好 李杰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李杰 男嘉宾江鹏飞 你好 你好 快 请坐 今天我们两位是不是有口福 这个平时喜欢喝茶 然后我们又把这见面的地点 约在了茶室 是不是想展示一下你的才艺 非常愿意为两位女士服务 好 李杰平是喝茶吗 我一般不太喝茶 那你进来尝试一下 你老看我干嘛呀 女嘉宾在你对面 你老看我 我说怎么突然间觉得好像时间都静止了呢 我得问没伸手 要不多尴尬 画个圈过去了 谢谢 看出来了 你情商很高 不是 我就问一句 我在这会儿你俩尬不尬 不尬 虽然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相信你们都不是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了 我们都有一定人生阅历了 所以说咱们可以坦诚不公的 直接打开自己 好不好 你也问的是 你说 对 你有什么想了解的 没有 你就直接问 还没想到 那你问他 就是空闲的世界都喜欢做什么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比较运动 你看身材保持得好 然后皮肤的状态好 跟运动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 量是没有达到 瑜伽 普拉皮 走圈 偶尔游游泳 游泳就是能达到什么程度 能救人不 不能 我只能自救 那也挺厉害了 您喜欢什么运动 我 我基本上就是 散步 慢跑 还有羽毛球 有力量 对 羽毛球也打 但是打得很少 对 我也是 因为有时候找不着人 一样的 就是你约别人必须有时间 明白了 我明白了 都喜欢打球 都缺少一个搭档 那你觉得从小到大 你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如果说感觉非常难忘的话 就是我来长春的时候 刚刚来长春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确实是比较低龙的 但是手里确实挺结局的 结局到什么程度 只有两百块钱 然后呢 然后我拿上行李 我就走了 怎么说呢 最困难的时候 说出来我感觉吧 其实还有点丢人的 我们在楼下那家 这个餐馆吃饭 一般我去哪里都是 舍账 微微的有点自来舍账 然后就还算是认识吧 不能说熟 就只能算认识 有的时候就会从他那里 所说的舍意些 那在那借钱吗 就是吃完饭不给人钱吗 再拿走点钱 那时候有过吗 有过 那真是挺难的 挺厉害的 挺厉害呀 就是你上这饭店 吃完饭之后 不给人饭钱吗 还从老板那里拿点钱走了 得说这个老板 善良 善良 很好 我觉得你俩的花匣 基本上是可以打开了 这个时候我在这 多少有点多余 然后呢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 你们在这慢慢地聊 好不好 好 谢谢 气氛到位 主持人撤退 留下我们的男女嘉宾 单独交流 我基本上 其实都挺开心的 可能跟我工作也有关系吧 我每天接触的都是小孩 孩子的世界是非常纯洁的 你真心对他好 他就会真心对你好的 所以说可能 我跟孩子接触多了以后吧 这个心思上面 可能就变得也 就单纯了很多 所以就快乐多了 对 也快乐很多 这是孩子给带来的 那你现在耐心应该是非常好 也被磨出来了 我心态还行 因为我这个人 本身心就比较大 不钻牛条件 男人的心态大也比较好 其实是这样的 咱俩一定会有这个感受的 就是你自己已经习惯好几年了 你一定是喜欢静的 所以说这个突然 有一个人传入你生活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这个时期 这个精神方面 要互相照应的 生活习惯也是要自己去做调整 对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要调整的 反正今天在这里认识了 我们算是个朋友 对吧 球友 至少咱们以后可以 这个打打球 喝喝酒 你住在哪儿 我在北边 北边 北站那边 哦 四四稳稳的 但是挺有内秀的 对生活挺有向上的力量的 我觉得人还是蛮稳重的 挺漂亮的 隔自高高的 我觉得男人可能都有一段心酸史吧 是他的成长经历 我觉得是一个 之后呢 我们的男女嘉宾有了初步的了解 那么在接下来的环节里呢 既有可能让你发现 哇 我们的心意是如此相同 也有可能让你意识到 哎呦 我们的想法竟然完全不同 结果到底如何 马上进入爱情对对碰 在节目开始前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有几个问题 还有一点点的分歧 所以说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针对不同答案的问题 说明一下自己的理由 第一道题就是 在婚姻当中 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信任排在第一位 感情排在第二位 经济基础排在第三位 感情第一 信任第二 经济基础第三 为什么你是这样排序的 这个有了感情之后嘛 才是产生信任的嘛 然后是信任感情是一直保持的 然后经济基础是两个共同努力的 因为经济基础这一点 你们都放在了最后 所以说主要分歧 还是在感情和信任这块 那说说你的理由 我认为是 就是感情稳定了 信任自然就有了 就一定会有信任的 对 就是没有感情基础 就是信任很难建立一下 对 和谈信任的 那你觉得在一段婚姻当中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证明这种信任呢 我认为是不需要证明的 但是对方需要 你怎么办 平时在生活当中 就已经是可以表现得出来的 我觉得信任也好 或者感情也好 其实都是表现在平时的细节里面的 不经意间的 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行为 会让你缺少信任感 基础不好给 比如说 比如说你发现了很多疑点 然后呢你又得不到证实 对方又没有给你一个解释 或者联系好感 所以这样 你在心里有一个疑问 然后这个疑问会放大 那这种基础是两个人 共同营造出来的 对 还有一点呢 你们俩也是有分歧的 就是对于自己的过往 一个愿意输出 一个觉得没必要 这个我不介意 不希望有过多的隐瞒 说说理由吧 那这次李洁你先说 太介意 好 你现在又不介意了 就是适当地保持 不希望有过多的隐瞒 过多的隐瞒 我虽然选择答案是介意 但是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过去嘛 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 要适时地翻篇 可以适当地保持一些自己的隐瞋 嗯 就是 有活口 要有保留 但是别留的就太多 也可以适当地输出一下 是不是 那你看有用的没用的 就怎么选择 就是看你自己的情商和智商了 是不是 你选择是不介意 对 嗯 那就是 比如对方在认识你之前 有过十把四恋爱 你能接受吗 我说的不是他 我说的不是李洁 我只是说 如果和你走进婚姻的这个人 在认识你之前 有十把次 二十把次 八十二次 嗯 恋爱 你能接受吗 嗯 从内心之中是不接受的 从表面来说是能接受的 那你表里不一啊 嗯 你还承认 对 是有点表里不一 嗯 但是 次数不代表什么 就见面了 然后就分开了 那也算一次 你说是不是 对啊 所以说 像他刚才说的 我也是非常认同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私人空间 嗯 每个人有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嗯 这个是一定会有的 嗯 但是在很重要的事情 关乎两个人 重要事情的方面 是不行的 就是没有面面俱到的 把自己的过去全盘拖出 哦 但是呢 也不应该隐藏关键内容 对 嗯 如果对方渴望知道的 那就去配合一下 满足对方的好奇心 但是没有必要的 会影响两个人以后相处的 那就没有必要的 就把它说出来是吧 对 有些事情 如果它值得你抛根问底 那我们就去探讨 那再会 如果说不值得 不值得去追根问底的事情 我们就不去讨论它 有把事情浪费在那些 过去的小事情上 因为过去的事情 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嗯 只能选择接受 对于我现在来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 必须让我掌握 就是我活到现在 嗯 活在现在和未来 我不会活在过去 或者是说我不会去问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能告诉我的 能说出来的 我希望告诉我 嗯 但是我不会问 对 其实不问更可怕 你知道吗 它瞎心思 所以说女人的心思 你得猜 就是你猜不明白 你得硬猜 到底是因为啥 咋的了 坦白从怀 坦白从言 抗拒更严 还有一点 你俩的答案也是不一致的 就是在家庭当中 什么是你最不可容忍的 欺骗 冷暴力 我的答案是 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欺骗 欺骗 嗯 就是体重也算吗 那体重不算 你来说一下 我暴力 这个事情好像不能发生 在你身上吧 不太存在 嗯 因为我觉得你的表达能力 还有你说服人的能力 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 即时处理 是至少你态度是积极的 必须是即时处理 嗯 如果是在处理之中 有一些问题出现 那当然也可以 再做冷处理的这种方法 先是热处理 不可逾越的啊 这一点还是挺有默契的 其实对于 走进婚姻的两个人来说 对未来的生活状态 都有一个自己的期许 今天不妨就说说 你们各自心目中 未来的理想的生活状态 你是优先吗 嗯 一次鼓励 比较成长 男孩高荣 不能亲密无间 保持独立的空间 但是 也不能 太远了 距离踩着美 但是也不能太远了 明白了 就是掌握好伙 你能接受吗 可以接受啊 那你觉得最佳的 婚姻状态是什么呀 我个人认为 简单 纯粹 简单 纯粹 嗯 就是在生活上 要简单一些 不要就是搞得 关系特别复杂 就俩人 再复杂 能复杂到哪儿去呢 毕竟是家庭 有家庭的 家庭之间 哦 那意思什么婆子 娘家什么的 就别整的就是 就是捋不开 理还乱的那种的 对 哦 我要说纯粹嘛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 就是因为互相喜欢 嗯 愿意待在一起 嗯 就是我所说的 就是这个纯粹 那关于这方面 他说的这个 两个人要简单 两个人要纯粹 你有什么不同想法 或者是 没有 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哦 挺好的 没有搞得很复杂 对 就是我就喜欢那种 就是有话直说 嗯 你们还相信爱情吗 当然相信啊 嗯 一直都相信 相信 你们觉得 无论是生活 还是婚姻当中 爱情都是必不可少的吗 是的 我觉得 不全是 说是理由 爱情会 随着时间 会变成一种亲情 嗯 但是亲情里边有爱情 爱情里边有亲情 是感情 就是他这个比例 会发生转换的 对 那你觉得 就是在婚前的这爱情 在婚后 还会继续延续 还是像他说的那样 慢慢地变淡 怎么能说变淡呢 那不是生活吗 因为以前是相爱的两个人 后来就变成了亲人嘛 你俩说的是一个意思 对啊 这不还是默契吗 不开的两个人的那种情 对 是一种各舍不下的感觉吧 嗯 看来你们对人生的理解 对于感情的这种诠释 还是有很多共识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情商很高 非常聪明 生活呢 也像他说的挺简单纯粹 对感情应该挺专一的 嗯 我觉得他的观点和我都很相似 可能是同龄人这个关系 我觉得他是一个 善于处理问题的人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还是挺好的 我虽然不是毒舍 但是呢 我必须要 坚守我的职责 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 因为这个年纪 在恋爱的时候 就不像情动初开的小女孩 那种畸形四射的小男生一样了 我们可能要理性一些 面对这个未来的婚姻 经济这一块呢 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各自呢 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组建成新的家庭之后 那这个经济如何去分配 怎么去安排 你们都有一个 各自的理想状态吗 随缘吧 为啥是随缘呢 如果女生觉得 她的理财能力还可以 那就交给女生了 如果说女生说 我懒得去管的这些 乱乱习惱的事 当然我也可以承担 你觉得呢 赞成 那你觉得你在经济 这方面自己把握能力 还可以吗 我的经济把握能力一般吧 不是太好 你这方面有啥想法 我对家庭生活就是 该上手 该画画 就是骑正车逛酒吧 该上手 该画画 对 去逛酒吧 那如果说在以后的婚姻当中 这种人情网份啊 还有一个大的支出啊 就这方面的话 你们会做如何安排呢 肯定要商量啊 就这个月赶上 她八个闺蜜结婚 然后两个生孩子 还有四个老人过瘦 你这头就啥事没有 这一月挣钱都她花了 那花就花呗 这个能接受 这个还能接受了 因为这是属于正常的嘛 好 这回答你听着满意吗 心里挺舒服啊 那你还有啥想问的 没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孩子问题 因为你还未婚 就是婚后想马上要孩子 还是尊重对方的意见 还是说可以缓一缓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孩子我倒是想要的 不过还是要尊重女方意见的 这个需要她配合 确实是你一个人要不了 但是就是你内心 最真实的想法 就是要孩子的这种欲望 非常迫切不 没有 不迫切 没有那么迫切 会不会有所动摇 随着对方的这种想法 然后你发生一些摇摆 有可能吗 就是你现在想要 如果对方坚持不要的话 我也考虑放弃 那不会 那在这方面 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如果那个人是我的话 我可能偏向于不要的多一些 但是这个事情 可能也是在随着两个人 相处感情的升温 或者说经济基础 各方面都具备的条件下 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你不是一棒打死 我坚决不硬好 如果想要的话 是有很多前提的 对 比如说感情 感情基础稳不稳定 稳固 然后精力基础 双方家长 双方家长是否能够支持 还有很多问题 把这个 把问题提前想好了 解决方案都想出来了 也是可以考虑的 前世的500次回眸 换来精神的一次擦肩 我们的男女嘉宾呢 今天在这里相识 而且聊得这么头远 估计啊 上辈子啊 这脖子都丑落枕了 看来真是缘分不浅 听说呢 他们两位呢 各自都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那让我们祝福他们 能够成为陪伴对方 实现自己心愿的那个人 接下来进入表白时间 桃之夭夭 啄啄七华 桃花自古以来呢 就象征着美好的姻缘 稍后呢 我们会请两位嘉宾 把自己的心愿卡 寄到桃之上 那么如果选择牵手呢 就取下对方的心愿卡 如果选择放弃这段姻缘 就取下自己的心愿卡 究竟是取下对方的心愿卡 去陪伴对方 实现心中的那个梦想 还是取下自己的心愿卡 继续等待那份属于自己的缘分 男女嘉宾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我们的男女嘉宾呢 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么结果如何呢 接下来呢 就让他们分别读一下手中的心愿卡 那我先来吧 好 成功的完成一次滑雪 这是你自己写的吗 我写的 你写的 那读一下你手中的心愿卡 爬太山 这是谁写的 我写的 恭喜两位 读取了对方的心愿卡 也希望你们能够成为 能够陪伴对方 实现心愿的那个人 我希望此时此刻 你们俩也能够握一握手 也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接下来就要送上我们节目组 为两位送上的大礼 来 送给我们的女嘉宾一份 还有我们的男嘉宾一份 好重的 谢谢 同时还有一份礼物是 送给你们两位的 就是价值18880元的购物卡 但是消费之前呢 要告诉你们 是在一年之内领证结婚 就可以使用它了 再一次的恭喜 嘉宾伴手礼 由某品牌提供美妆产品 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 将额外获赠 价值18800元 家电大礼包全益卡 男女双方一年内 持有结婚登记证书后 才有权将此权益卡 进行实务兑现 也不给你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